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模擬市民室,貓狗總動員蘇勒的第12集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那我們的獸醫院呢,終於有個散藥的樣子了 那我們的小吉瓜呢,也成功做出了親手親自做出的第一個藥品耶 怎麼這麼開心,真的超開心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在我們的午夜獸醫院開始營業之前呢 我想要先來做一件事情 首先呢,我們的製藥機和我們的販賣機 我好像上一次忘了改顏色嘛 對,我記得我沒有改顏色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製藥機改它的顏色吧 這個製藥機的顏色呢,有這些粉彩顏色 我們換成綠色好了 跟我們的看診台同一個色系的 跟我們的這個櫃檯同一個色系的 那我們的自動販賣機呢,要同一個色系嗎 我們的自動販賣機,我們用一個粉色的好了 感覺粉色搭配這個,薄荷綠,還有這個牆壁的那個米色 感覺超好看的耶 雖然說呢,我們的自動販賣機,但你看起來好髒喔 怎麼這麼髒,超髒的耶 這個玻璃我們可以擦一下嗎 可以幫它清潔一下嗎 然後,我們的小草莓在看什麼 小草莓,你該不會這麼小的光剛剛做的那個 極動酷冰棒有興趣吧 不是吧,難道你想吃嗎 小草莓,千萬不要吃啊 那個等一下吃了出問題了怎麼辦 這個只能給我們的客戶們吃 真是五檔獸醫啊 真覺得這製藥做出來的東西都好奇怪喔 怎麼會就這種奇怪的東西給客人吃啊 不知道耶,可以賣多少錢呢 不知道,我要研究一下囉 好的,我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我想要來買一個招牌 感覺我們的社員門口如果說放一個招牌的話 應該會超好看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吧,我們要放什麼招牌呢 只不過我們錢真的不是說很多 所以我們盡量買便宜一點的招牌 招牌有這個 哇,這感覺太鄉村了吧 超級鄉村的耶 還有這個 這感覺也有一點鄉村耶 是吧,感覺有一點鄉村風行 放這邊好像也可以 我看一下喔,我們市場調查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小極光家裡隔壁的社會院 用的是哪一個招牌呢 我們千萬不要跟他一樣 在哪裡,我看一下 沒有耶,他們沒有招牌耶 他們是直接在牆壁上面放浪的喔 霓虹燈,好像那個也不錯耶 還是要放這個,靠場的 靠場的,靠場的感覺喔 也是蠻好看的 可是我好像比較想放一個落地招牌耶 放在這裡感覺超剛好的 那我看一下喔,之前的 之前的組合幫,像是外區用餐呢 或是來區上班 應該還有類似這種招牌的東西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來區上班的喔 有什麼東西呢? 有沒有什麼招牌 感覺特別適合我們的社會院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終於 嗯,這個招牌感覺太少了吧 不是說特別適合 有沒有落地的招牌 放在地上的 這是什麼?特價 哇,這好可愛喔 賣東西 賣收集品 那我看一下喔,有什麼比較適合的嗎? 可能在 嗯,可能在那個 外區用餐的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之前外區用餐指導片 不是有出一些類似招牌的東西嗎? 我們看一下很適合的喔 好,那我看一下我們的 外區用餐的話 招牌用哪一個? 我看一下這個呢 這個是可以落地的嗎? 這是放牆壁上的 其實放這樣的感覺不錯耶 可惜我們常常會有一點擋掉的感覺喔 還需要這個 哇,這個也不錯耶 這個是落地的吧? 或不是 他也是放牆壁上的 雖然說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落地的話也是可以的啦 可惜上面的符號好像不能改了 對吧 圖案的圖案不能改 對啊,不行 那個圖案一團火是怎樣 只能熱情如火的醜物們才能進來 好了,我看一下喔 啊,我知道了 這個 這個超適合的 這個感覺和整體風格也比較搭配我們這個家 和我們這聖院的感覺 要不然剛剛那個 醜物資料篇復的招牌 感覺好像這風型 感覺跟這家的這個裝牌好像不是那麼搭配 好吧,那我們聖院招牌呢 好,放 放這裡 還是放這裡 放這裡感覺有點 有點擠啊 我感覺好像放這裡比較好看 好,放這邊喔 這樣 好,放這樣子 我看一下 這樣如果說人家來這個地方看獸藝的話 會看到招牌說 欸,奇怪 左邊怎麼也好像有間獸院 而且看起來還比右邊那間高級 是不是 我們小集光這麼的親民 這個地方感覺比較好吧 是一個好選擇 我們招牌放這樣 故意的 這個招牌呢 是放給那個地方的客戶看的 讓他們走過去看獸藝的時候呢 順便剛好經過 看到我們小集光的陽光獸藝的招牌 也許 他們就過來了 讓我看一下喔 這個招牌上面我們要放什麼東西呢 要放什麼樣圖案呢 那我們首先呢 放一個狗狗嗎?還是放貓咪? 哇,這個不錯耶 這好可愛喔 好,放一個這個 然後左邊呢 放一個貓咪嗎? 代表說貓咪跟狗狗都可以來看 還是要放個霓虹燈的喔 這個 哇,這個蠻好看的 這什麼意思呢?聯合門診 感覺超專業的喔 好,這個放一下 可以馬上移一點嗎? 這個 欸,奇怪 我要拿這個東西 可以往上移嗎? 好像不行 好,還是要放個霓虹燈 如果說我們放一個 靠藏霓虹燈呢? 不知道好不好看嗎? 看一下喔 哇,我快看到他有這個招牌耶 這招牌太醒目了吧 還自備燈光了耶 這也太酷了吧 放一個這個 放在這裡 完全是隔壁的藏仙意啊 看說 如果說隔壁獸醫院推薦的 馬上給大家9折 夠吸引力嗎? 好吧 9折好像不太夠吸引力 這麼大招牌 這樣好嗎? 還要放什麼 喔,這是小兵拿出來的耶 是它是可拆解式的耶 什麼廣告開滿之類的喔 平常我們開獸醫院的時候呢 放在這個狗狗跟貓咪的圖板 等到我們獸醫院休息之後呢 換成什麼 0 988 追手0 888 廣告出租 請撥什麼什麼電話 找我們的激光小姐 是這個意思嗎 平常當獸醫院 週末時候呢 當 廣告看板出租 這還可以換耶 太酷了吧 這可以放下去嗎 上面這個 哇,可以耶 真的好酷喔 真的超酷的 如果是真的可以出租的話就好了 好可惜不行 我看一下我們的霓虹丁在哪邊啊 我要找那個 他在這裡 還是我們放這個 哇,這個很超可愛的耶 其實我們放在門口好了 這個霓虹丁我們放這裡 放這樣 我們放一隻狗狗 放一隻貓咪 哇,他超可愛 好奇放低一點喔 放這樣子 然後我們換個顏色吧 我們這隻狗狗呢用 用什麼顏色 用藍色 然後貓咪用粉紅色 哼 他好像幫他超可愛的 那這個看板呢 你的招牌呢 你的招牌感 感覺好像 可以再放一點東西耶 你看有什麼東西適合放呢 有沒有什麼適合貼紙呢 哇,這個狗骨頭的地毯耶 哼 這個去擺一個 擺一個放到我們寿院門口 這裡 放在這裡 超可愛 我們放一個 那我們這一個換顏色吧 我們換一個比較 恩 有什麼顏色 黃色的 還有什麼 哇,這個滿可愛的 哼 好,用這個好了 這個太可愛了 我們用這個 綠色跟黃色 感覺跟我們這個 修院的整體 也是搭配超級搭的耶 超可愛的 好,再看一下 買個天空什麼東西呢 我們這也感覺 需要放個圖板耶 有一點單調 好,我們選這個好了 這個我覺得超酷的 哼 這個超可愛 感覺滿適合 這個放這裡 然後這個聯合 聯合門診的招牌 我要移動這個 這個放到我們的喔 那我們這個寵物掌印圖 放中間好了 然後呢,十字 放左邊 然後這個文字呢 放右邊 好吧,我們暫時這樣咯 雖然說看起來有一點滿 可是這時候真的好可愛喔 好,我們就這樣嗎 好,就這樣咯 好,就這樣咯 那我們的陽光秀院 檢測完畢之後呢 準備要第一次飲料了 這個地方感覺很暗耶 糟糕 想要把這個地方扎一個燈 珍珠我們看上去好像有點太暗了 好,那我們快速加一個燈喔 我們加一個超級有氣氛的 超級有造型的燈 哪個燈感覺比較搭配的獸院呢 然後又不會太貴的喔 要來個吊燈嗎 吊燈哪個感覺比較好 這個其實感覺不錯欸 這個感覺滿搭配獸院的風格喔 好,那我們選這個啦 這樣 哇,瞬間變得超級亮 好,那這個燈放中間喔 放中裡 好,來吧 我們陽光秀院 檢測完畢之後呢 第一次重新開門囉 午夜門診開啟 我們小極光與小草莓的臉口門診 進行開始啦 啊對,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啊 我想要調整一下我們的收益 我們的收益呢 原本是100%的價格 我想要把我們小極光的價格稍微提升一下 畢竟像的陽光獸月呢 已經不再是純粹的露天獸月了嘛 我們已經稍微的upgrade一點點了 稍微的升級了一點點了 變成小而精美的社會院 所以呢 我感覺我們的收費可以稍微提高一些 我們提高到150%試試看 看說客人會不會抱怨呢 還是客人會覺得物超所值呢 不知道耶 好,那我們呢 這個不能選 這個是要購買一些技能才能選 這個是選擇我們一些供應品的品質 然後廣告要嗎 廣告這麼貴我們誇張 什麼無量廣告公司啊 還不如我們自己弄個廣告看板 自己出租了 好沒有啦 這廣告太誇張了吧 金 金的包裹 黃金廣告包裹一天240了耶 我的天啊 白金包裹一天400吧 算了吧 就給你自己賣吧 那我順便看一下我們的點數這裡 我們經營秀院的一些點數呢 得到1800買點 我們用一下吧 哼 看能買什麼東西呢 還是貓請個人 可是我們錢好像不是說很夠耶 因為如果說我們多請一個獸益的話 如果我們請員工的話 代表是我們的看守台可能需要多買一個嘛 那我們的手續台也還沒買 我上次看了一下啊 手續機台 二手的最便宜的要3500元 那目前我們錢只有一千多塊 所以是不太夠的 好那我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可以買什麼呢 要不然我買一下啊 這是什麼 這個是暫時增加來到我們獸院的病患 這個是暫時的感覺 比如說很想要耶 這個呢 這個是比較有耐心的病患 如果我們買這個經營的話呢 來到我們獸院的狗主人呢 或者是貓主人呢 耐心會增加 所以它會花比較長的時間 才開始變得遭不耐煩 好那我買這個好了 這感覺蠻有用的喔 那我們也把這個買散嗎 哼 可是可以增加一個 嗯 可以僱用一個獸醫 這感覺要買耶 雖然說目前我們還暫時不會磁員工 可是我們還是先買一才好了 那我們還要買什麼呢 我們買一個 調整我們的供應品的品質嗎 就是調整我們的詭異的 更是注射藥劑 安慰劑 還有這個 三角追的一個品質嗎 所以我們三角追頭套 從此可以分成什麼 低戀 中等高級之類嗎 VIP10解鎖高級 三角追頭套 好嗎 好我看一下 這給我們買一下吧 試試看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我們買了之後呢 可以調整我們的供應品的品質囉 那我們供應品的話 哇這個太無聊了吧 可以選擇從黑市來供應品 所以從此以後 我們買了這些貓咪 買了一些狗狗的藥品 或是他的頭套 頭套也有黑市等級嗎 是這樣嗎 該不正是路邊的三角追 橘色三角追 把頭根維整到 流進去那一段 給我們沉默套上去吧 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 黑市的三角追頭套來源 正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真的是 名副騎士的三角追頭套了 太可怕了 我們還是不要做這種事情好了 然後是我們的高級品 高級的話 要增加50%的一些 處理費用 這個黑市的話呢 是減少50%處理費用 我們都暫時不要改變好了 目前感覺不是說很不要去改變 好 所以這個機制呢 有一點像之前我們的 外出用餐的一個 食材的一個品質 有黑市的減50%的成本 然後呢 高級3-50%的成本 好我們不要改了 就這樣吧 那我們來吧 營業 哇開始營業了 誰要過來的呢 蘭蘭是你嗎 我們的超級低頭號粉絲 蘭蘭 每天到我們秀院 來報到 蘭蘭你驚跳來了嗎 我幫你準備一個 跟你的毛色 英的名字 一樣的餅乾 在這個機器裡 有沒有一個想要買的衝動呢 我們可以調整這個販賣品的價格嗎 好像不行啊 好我們把這清掉了 這實在太髒了 把這清一下吧 這裡清一下 然後順便點到我們的客人上門 午夜門診 哇這個貓小姐又懶了 小姐你的貓咪怎麼了 哇你的貓咪變成藍色了 果然 我們忠實頭號客 蘭蘭來了 雖然說呢 我嚴重懷疑蘭 根本是為我們小草莓而來的 哇真的 小草莓來之後呢 第一個衝過來這裡 跟我們小草莓講話 不是小草莓來啦 蘭蘭來的時候 好吧 那我們小吉光來囉 那我們小吉光呢 來這邊是歡迎 下我們的第一個客人 就是這個貓嫂姐 還是讓我們的忠實粉絲 讓我們忠實粉絲 蘭蘭先看診 我們讓她先看診呢 讓她偷偷的插隊 不要告訴別人啊 這個是 因為你是我們小草莓的頭號粉絲 給你的內心交易 我們小吉光呢 給她來個溫暖的 歡迎 小吉光開吃吧 就歡迎一下 這個是我們小吉光 不是小吉光啦 不是叫錯名字 這個是我們小草莓的 嗯 儲備男友 蘭蘭 好我們看一下囉 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病痛呢 在等待同時 要不要考慮幫你哥哥 買一點餅乾零食呢 好我們看一下囉 我們小吉光來看見一下 怎麼樣先生 有沒有覺得 你的 七點鐘方向的冰櫃裡 看起來特別吸引人呢 快去買吧 快點快點 快點轉過去買東西 快點轉過去買東西 哼 在看什麼 在看完藍嗎 對了 好 好那我們首先來什麼呢 我們首先先來診斷一下 我們先幫她來一個 基本的吧 基本的生理檢測 提出表格看一下 可是她基本的物理檢測 有沒有什麼狀況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怎麼了 哪裡很臭 誰太臭 該不會這麼小吉光臭吧 我不是 幸好 我想說為什麼每個人都在刪鼻子 到底誰在臭 奶奶應該不是你臭吧 奶奶你這樣子怎麼交女朋友 好了我看一下 我們幫她檢測一下她的皮膚吧 但為什麼這個異味呢 為什麼每個人都在刪鼻子呢 到底是誰發出的臭味 是女吧 還是我們的小草莓 應該不是吧 如果我們的小草莓 應該聞彩像草莓之類的 好怎麼樣呢 有什麼東西呢 哇 簡直出兩個症狀咯 我們的蘭蘭呢 哇 大便是黃金色的 真假的 這對主人應該超開心的吧 怎麼會帶你來治療呢 從其以後你大便值兩萬塊之類的 怎麼樣蘭蘭 要不要去我們小吉光的 儲備 觀光藍莓能場 來這邊大便一下呢 讓我們收集一下你的黃金大便吧 知道還有什麼症狀啊 太詭異了 好 那除了會大出黃金的大便之外 她眼睛還異常的濕潤 怎麼了 想要哭嗎 交到女朋友 追小草莓追失敗 該都很難過嗎 一點憂鬱的樣子 好啦我看一下囉 啊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了 該不會蘭蘭是太猶豫了 所以呢開始亂吃東西吧 開始亂吃主人的金手錶之類的嗎 隨大出黃金的大便 天啊太可怕了 好我們看一下她眼睛囉 她說她眼睛異常的濕潤啊 那我們看一下她眼睛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除了特別濕潤之外 還有什麼問題呢 哪裡不舒服呢 除了優越眼神之外 好又檢測出來了 蘭蘭呢有過度濕潤的皮膚 你是怎樣 洗澡沒有吹乾嗎 浑身濕答答 好我們檢測一下咯 可是她體溫好了 看她體溫有沒有異常呢 阿底下喝的壓力不大咯 糟糕 好我們幫我平伏一下咯 來掃極光線平伏一下 你看有沒有哪邊不舒服呢 幫我平伏一下 哇剛剛那個貓小姐去買了我們的酷冰棒啊 然後值225元 哇值這麼多 我們做的時候成本多少 我們做的時候成本 只要15元咯 哇這根本就爆了咯 好我們來檢測一下咯 她懶得 嘴巴怎麼好了 看她嘴巴就是一樣異常失戀呢 我們看一下啦 怎麼樣蘭蘭 嘴巴怎麼了 心跳加速 這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這是什麼 黃金長級聖 鎮後裙 天啊 你的長級鍍金啊 太強了吧 先生 恭喜你 得到了一個黃金聚寶盆寵物 根本不需要治療了吧 快帶她回家吧 我想幫你燙個頭跳就回家吧 好啦沒有啦 我們還是治療一下吧 到底什麼病症啊 真覺得啊 就是模擬市民裡面的一次病症 病名都是好可愛的 但是很有趣 蠻好笑的一些病名 呵 像這個鍍金長子聖後裙 我們幫治療一下吧 可以在這個鍍金長子 要怎麼樣去治療呢 哇 果然喔 臨遊修覺得不需要治療了 遊戲書呢 只要給她安慰劑吃就可以了 呵 先生 不要買安慰劑啦 去買三小級棒的酷冰棒怎麼樣 雖然說賣完了 可是我們接收預購 三天後到你家免運費 怎麼樣有興趣嗎 好吧 她好像沒什麼興趣 那我幫我們這籃籃注意一下 嘍 你怕吃的 這個安慰劑 呵 吃好的美食了籃籃 不用害怕 不要猶豫了 雖然說你根本小草莓沒有緣分 你還是可以交女朋友的好嗎 不要小心過多亂吃的遊戲 你主人金手錶很貴的 好去籃籃籃喔 哇 這小貓咪也睡覺了 小貓咪睡的樣子太可愛了吧 呵 笑得可愛的 她主人在那邊 她主人不見了嗎 天啊 貓咪 你的主人把你丟在這裡就走掉了 我沒有 上我一趟 呵 這個貓嫂子在這裡了 上我一趟 她們小貓咪趕緊來歡迎下咯 給她來一個溫暖的歡迎 然後歡迎她一下吧 然後歡迎好之後呢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她的寵物喔 看她的寵物怎麼呢 超級藍色的 哇 這是什麼 感覺啊 我們需要簡單去健壯又來又多了 一開始是三個 才變成五個了 剛剛跟籃籃也是四個健壯 真超多的 那我們看一下囉 這個貓咪 我們先檢測她的 看到她的體溫吧 感覺她非常冷 我看一下她的毛皮喔 覺得她毛皮顏色怪怪的 來 少級光 趕緊檢測一下吧 等到我們這個藍色可愛貓咪檢測完畢之後呢 啊 我要先把這個 我們不要再接新客人囉 哇 這個小姐 怎麼樣 有興趣嗎 這裡是我們的產品目錄 我們接收各式各樣的預購 300公尺面免運費 沒興趣嗎 走掉了 啊 可惜 好算了 我覺得我們少級光 可能說有課的時候 真的要多多的做藥耶 因為做藥真的好棒喔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耗費什麼 不用交代啊 不用幹嘛 然後客人自動去罵了耶 真的賺錢超方便的 好 那這隻貓咪唷 有三個症狀 第一個是冰凍毛 怎麼了小姐 貓小姐 你家冷氣是開太長了 這個貓咪已經得這個病症得兩次了 然後體溫過低 然後一樣皮膚過度濕潤 一定是要洗澡完畢之後 又好好的吹乾嗎 所以感冒了 好 我們幫我看一下吧 我們檢測一下他的呼吸心跳 看他心跳怎麼樣呢 有沒有心跳異常呢 貓咪你還好嗎 怎麼樣 怎麼樣 心跳是否以前正常呢 有沒有心率不準的症狀呢 怎麼樣 還沒有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耳朵吧 看他的耳朵怎麼了呢 這個漢堡 怎麼樣 聽到漢堡的嘰嘰叫聲嗎 有沒有異常的熟悉感呢 怎麼樣 眼睛非常的乾澀 好 然後壓力過大囉 那我們給他舒緩一下吧 舒緩一下這個成物 沒事的不用害怕 我們小子剛剛超級專業的 好 我們拼覆完畢咯 那我們再來檢測他的呼吸吧 看一下他的呼吸是否順暢呢 有沒有呼出靈下溫度的呼吸呢 是不是非常冰冷呢 哇 他的呼吸是甜的 怎麼就好 呼吸竟然是甜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吧 我們要給他什麼樣治療呢 我們給他來一個 嗯 奇怪 怎麼沒有適合治療 怎麼全部都是紅色的 該不可以命中注定要套頭套吧 好 我看一下 真的 完全沒有適合他的病症啊 天啊 貓咪 你真的注定要套頭套了 不要怪我們 這不是我們願意這麼對你做的 這個以前都是西桐的錯啊 西桐這樣小極光給你套頭套 千萬不要怪我們小極光 好 那這個貓咪得到病症是毛皮 好像這種糊狀 泥狀的感覺 哇 你的毛到底怎麼了 好可能喔 毛皮黏答答的 很不舒服嗎 感覺好像好好洗個澡了 幫你套個頭套 回家好好洗個澡吧 沒事的 真超詭異的啊 這裡完全沒有合適的治療 還是 他需要開刀才能治療嗎 可是目前我們還不夠錢買手續機台 所以還不能給他開刀 好吧 貓咪 我們只好 很遺憾的 給你套個頭套喔 給你套個高級的吧 記得儲蓄到BIP時 好 吃到完畢囉 真是好虧撐喔 跟你在做善事 因為套頭套可能穿多少錢啊 然後他主人還超生氣的 想說奇怪 用貓咪套什麼頭套 要平賣多少錢 讓我們看整費賺多少錢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分開了 應該分開說 我們要平賣多少 讓我們看整費實際賺多少 可惜沒有 好吧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喜歡 請幫忙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接收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按讚